首先 江西上饶致远中学学生胡新宇失踪了一百多天后 官方的最新通报称 在学校附近一座仓库里发现了胡新宇异掉的尸体 随着更多细节曝光 事件再一次升温 外界广泛传闻胡新宇失踪案可能涉嫌私立学校官商勾结 掩盖案情真相 甚至可能和传说中的活体器官移植有关等等 人民网出面辟谣说谁都不敢造假 并保证胡新宇案件不会不了了之 可是官方的承诺并不能平息民众的质疑浪潮 那为什么胡新宇案件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胡新宇会不会像铁链女和唐山女一样驶沉大海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 一位是原中国维权律师 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陈建刚先生 陈建刚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 郑旭光先生您好 您好 叶凡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最新的警情通报说 胡新宇疫调的尸体在离开学校仅仅100米的仓库围墙内的树上找到了 之前说是在树林里 那现在随着更多的细节曝光啊 民众的质疑声浪反而更加高涨了 那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年统计 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人口走失 那先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 为什么胡新宇的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我认为这个还是跟中国目前这个社会的处境有关系 应该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政府普遍的公信力 这几年是持续下降 尤其是这个动态清零三年 动态清零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 之后呢又搞这个突然躺平 这个对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应该是大幅度下降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社会呢 这个人口是负增长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很多失独的家庭出现了 失独家庭就是说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 离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 但是这一个孩子出现了意外 那么他们就成为这个孤老无一 孤老无一 上无老下无小的 所谓的失独家庭 所以这样一个焦虑呢 就是一个孩子的失踪或者死亡 对于整个城市的 尤其是城市 这个中产阶级 或者说应该是几乎是所有吧 那么他们的这种父母 可以说产生了极大的精神的冲击 那么胡新宇 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天 一直都没有找到尸体 那么这么一个背景下呢 人们是持续关注 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 不过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报道 说是2月2日上午10点 大概当地的是要举行一个新发布会 把这个有关的进展 包括可能有尸检的情况也要披露 而且央视还要直播 这应该是个进展 好那陈律师 有人指出这个胡新宇 失踪100多天之前 经过大量的人力地毯式和大数据的搜索 都没有找到 这很难让人相信 甚至有侮辱民众智商这样的说法 您认为这个案情有哪些疑点 首先说我觉得我要明确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案件 我们不是办案人 不是当事人 不是家属 我们手头上没有接触到第一手的证据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讨论 我想都是基于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 有一些是事实 或者有一些不怎么可靠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判断 大致上都是这样一个凭据 我个人认为 这个案件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度 还是说中共在这几年 越来越明显地让中国人感觉到 中国人所生育的子女 是中共的 被中共绑架 来挟制人民的一种工具 在之前的一个小案例当中 他们把子女当成软肋 所以成为被绑匪绑架之后 控制父母的一个把柄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 这种黑恶势力已经触及到 这个普通民众的子女 这也就是触及到人类的底线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每一个人 你如果不关注 那可能下一个被伤害者 就是你的子女 再说一点呢 就是这个案件当中 很多很多地方 是让人难以接受 违背常识的 我从我们常识上来判断 比如就是最终现在明确找到了尸体 孩子的尸体离学校大概就是一两百米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 我也看到过那些影视的这个片子 就是现场发过来的 在网上流传的 有好多警犬 然后报道有五千人以上 地毯式的收补 光那个从学校往周边延伸的面积 有几百亩这样收补 那我查了一点资料 就是为什么 现在公布的事实 和我们的常识难以相符 就是一条警犬 它的嗅觉能力 是人类嗅觉能力的三百万倍以上 即便是有一滴血液埋入土壤下 二十米 一个训练有素的收救权都能够找到 那么在以往的这种地毯式搜索当中 假如这个孩子的尸体 在这一百多天当中 一直掉在这个离学校 一两百米的这个凉库之内 他是不可能逃过警犬的 就是收救权的这种收救的 那么我看网络上有说这个 可能是收救权 嗅觉失灵 因为这个 COVID-19 获得感染了 这种说法都是在侮辱人的智商一样 不要说就是如果一具尸体在没有冰冻 冷藏的这种状态之下 不要说收救权 即便是人你可能难以忍受那种 因为我之前在案件当中 在处理的案件当中 遇到过这种状态 就是离这个私园附近的那些人 是难以忍受的那种失臭味 就是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 有一具尸体暴露在空气当中 一百多天不被人发现 又躲过了收救权的这个搜查 所以从现有的这些信息来看 这离我们正常人的常识太遥远 以至于无法取信于中国公众 我们看也有网友在这个网上评论说 这位朋友他叫Spiderman 他说生前躲过了所有的监控 死后躲过了所有的搜索 学校出不去 他出去了 仓库进不来 他进来了 也就是说民众的用普通常识 也很难相信 就像陈律师说的 不过陈律师我在问您 有人说在一百多天后 找到尸体是故意安排的 尸体暴露在露天的 可能都已经白骨化了 所以无法检查器官是否完整 您怎么看这样的传说和猜测 这是一种判断猜测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是从中国逃出来的 对于中国对国民的这种监控 我是有深切的个人体会 我讲一下就是我当时在北京 我家附近的那街道上 我实地测量过 就是在一百米长度的这个道路上 左右前后有十二个摄像头 在现在来说就是中国的农村 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以上的摄像头 至少是两个 因为从两个方向开始 更不要说孩子所在的学校周边 所以现在在中国这个摄像头的数量 大概每一个人能平均有两个以上的摄像头 所以在现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一旦出现恶劣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总能逃脱摄像头 这是一个谜 这个是我们公众难以理解 难以接受的 但是中国总是发生这种事情 那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 我们不是说要在这边扮演福尔摩斯 但是民众也提出了 就是这是 首先这是一个报道 就是说2022年10月14号傍晚 胡新宇在全封闭市馆里 到处都是监控的这个 尽速学校内离奇的失踪 有人说胡新宇根本就没有离开学校 而是在学校里被害的 您怎么看这种猜测 这都是猜测需要证据来支持 我看到的两点疑点 一个是这段视频没有了 而官方的警方的说法 这个视频没有经过删改 没有经过删改 但是海康卫视的工作人员 不给他背书 上澳市公安局 他在1月初的时候 他们通过视频技术专家说是 反复论证 没有删改 关闭 但是呢 海康卫视的工作人员说 技术员到学校时 监控画面早已不存在 至于是被覆盖还是删除 公司没法给出结论 所以就是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生产商 他是不做背书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遗体的发现过程很奇怪 为什么离学校只有五分钟的路程的这个仓库内 为什么不去检查 既然官方说已经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搜查了几千个点 为什么如此近的一个粮库没有去 他们理由给出来说是一个什么专业部门什么的 那个粮库有什么特别的机密吗 我觉得是两个疑点 那这个志远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 在当地有一定的背景和影响 那民众就猜测可能是这个学校和警方 甚至官员勾结要掩开真相 那在网上有一个视频中啊 面对记者的提问 志远中学校长呢 非常嚣张的威胁说 我不会放过你 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 我现在放不过你 以后也不会放过你 那我想问你一下 我如果不管留命这件事 你能放过我吗 那更不能放过你 我就知道 你已经扩上我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也考虑不了了 我就今天把话给你亮了 我现在放不过你 以后也不会放过你 那我想问你一下 我如果不管留命这件事 你能放过我吗 那更不能放过你 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 你已经扩上我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也考虑不了了 我告诉你 我就今天把话给你亮了 我们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啊 那网民说 一个中学校长的言行 像一个黑包老大一样 那郑旭光先生 您看他为什么有这样嚣张的底气 我是搞不清楚 这个没台 就这个视频是没头没尾 没头没尾 我不确认 他这个具体的背景是什么 我没法做评述 谢谢 那这个视频呢 是网友 有好几位网友 在这个网上推出以后呢 就得到很大的关注 据这个网友的留言呢 这是这个志远中学的校长 就刘古来 他面对记者 在质问这个刘新宇 胡新宇案件的时候 就说了这一番话 那陈律师您有什么评论吗 首先说我也不敢确定 这个影视中的这个人一定是学校的校长 一定是因为胡新宇案和这个拍摄者进行了交涉 但是有一些真相我觉得公众应该知道的就是孩子失踪之后 这个家长寻找孩子是陆陆续续受到不明人员或者说公权力的阻碍的 包括尸体找到以后 家属想看孩子的尸体都被阻拦 甚至有媒体去关注 有公众去关注 都被危险被阻拦的这种现象 就最起码这个基础事实是存在的 我觉得在中国 一个不得不说的现实 就是中国是有这种这种阶级的分化 我找不到一个更确切的词 就是为啥公众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 是因为中国的确有这种两极的分化 就一边是镰刀一边是韭菜 我们在以往也看到过很多这种农民工讨薪 医疗事故 再有就是学生在学校受到伤害 然后家长追讨公平的时候 我们毫无例外的所看到的一定是警察在镇压受害者 在打击受害者一方 在保护那些欠薪的公司 保护造成伤害的医院 保护学校等等等等 反而是那些受伤害者受到政府的打击与迫害 这是中国的现状 就是你为什么 就假如说这个视频当中 这个人就是校长 那么还有我们 我刚才说到那些事实 为什么这些人这种力量 他可以阻碍孩子的家长寻找真相 阻碍他们说出他们的质疑 是因为他们是韭菜 而这些势力之所以嚣张 因为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中共这个体制 这个邪恶的政权 也就是说他们所依靠的是镰刀 他们随时可以对百姓实施这种压迫 这种镇压 这是一个很让人难堪 但确确实实存在的现实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对这个视频做了一个澄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美国之音也无法独立证实 这个视频的最初的来源 或者是不是这个校长本人 那至少反映出 就像陈律师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公众对这个阶级和权势的 这个不平等 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质疑 那陈律师 这个胡新宇失踪两个月后 上饶市公安局的行政大队通知胡新宇的舅舅说 因查无线索 故不遇立案 那这个案件最终到现在 也没有定性为刑事案件 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有关失踪案件 从报案到立案的一些规定 其实这个没啥新意 我要说的是在中国 因为我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件 我也带人到公安局去报告案 包括失踪之类的 但是几乎毫无疑问 不予立案 那么这种案件 是否立案 要看是谁找不到了 如果是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孩子 没有明显的绑架迹象等等 这种行事案件迹象 就是找不到了 那几乎毫无例外 不会给立案的 但假如是一个高官家的孩子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从本质上来说 假如说就是 我们从权力的根源上来分析一下 我们要去立案 是我们有这个权力报案 那么家属来追究孩子在哪里 要求得到警方的帮助 如果这个权力没有救济的话 那就不是一项权力 但是在中国 如果我们想得到这种救济 也就是说 我认为警方在不作为 我需要一个更高的第三方 来做出裁决 他认为判定警方不作为 要求警方来维护我的权力 来予以立案 但是很遗憾 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实施权力的一方 和居间进行裁判的一方 也就是法院的一边 他们都是共产党 也就是说中国民众 你所面对的 无论是公检法 还是纪委 监委等等 所有的这些机构 他们都是一家 都是中共 也就是韭菜来面对镰刀 在这种状况之下 中国人面对写在纸上的这些权力 在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救济的 没有救济那就是没有权力 可能说到这里就很让人绝望 但这是一个现实 那现在民众质疑 胡新宇案件 可能和摘取人体器官有关 去年11月前后的将近一个月里 中国新闻媒体报道了 多什么发生了离奇的少年失踪案 这些案件引发猜测说 这些少年的器官可能遭到强摘 或者是用于这个器官移植 那有专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 黑市很庞大 背后可能会牵扯到 巨大的利益因素 和官方的纵容的态度 那郑去光先生 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说 胡新宇是器官收获的这个受害者 但是是否也显示出 这种非法器官移植问题的严重性 导致民众这样的质疑呢 我想是 因为有各方面证据证明 中国这个器官移植 这个灰色的或者黑色的这个产业链 已经非常发达了 这个我就不去回忆这些数据 或者一些事实了 关于这个胡新宇案 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 它没有这个可能性 也最终是要等到真相大白 但是这件事情可疑的一点 就是一开始警方就认为 他是自杀 就是导向他是自杀的 他们就是等于这样 就排出了这个刑事立案的可能性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刑事立案 那再跟进这个问题 就是去年12月9号 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高某 因为因病死亡了 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鑫 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道文说 这些年来身上的脏器患了好多 引起民众质疑高官移植器官的来源 其实高占详可能只是很多 接受器官移植的高官中的一位 虽然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 胡新宇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 可是民众的质疑 不仅反映出非法获取器官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严重性 还有对特权的不满 陈律师您有什么回应 首先说 现在世界看不到 有关这个问题的中国的真相 因为一切一切都被中共所掩盖 我们所能做的判断 都是一种基于既有的事实 做的一种猜测 因为我们得不到真相 有几个真相 就是我觉得我们公众可以有一种判断 因为当我们得不到政府公布的真相的时候 人民是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质疑和猜测的 这个人那么他就会在想 所以当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信息的时候 那么人民有权利做出猜测 我提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白皮书 那么这个白皮书我看了一下 中国官方的报道是 就是中国失踪人口白皮书 在2020年中国走私的人口是100万左右 那么又存在 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 现在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确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有中共官方的媒体多次报道 还有多家医院对自己这个医院资质的这种报道 就是每年做器官移植几千例几千例的 某一个医生就可以做到几千例 那么也就是说存在器官移植庞大的产业 又存在大量的人口失踪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疑问 器官来自于哪里 而这些器官按照中共自己的这种 这种被大家已经了解的说法 就是器官已经成了零件 一个零件化的产业 那么这些器官从哪里来 失踪的这些人在摄像头遍布全国 为了核酸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人 几分钟几点几秒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可以找到 但为什么这一百万人口就难以找到 所以如果这种疑问得不到解答 得不到权威的让人可信的答案的解答的话 那么人民是有权利提出质疑的 再者说有关器官活摘 这种这个事情虽然更为详实的报道 我们没看到过 但是有个别的案例 就是你比如对于死刑犯 那个人还没有死 然后医生就开始开膛破肚 把器官摘走 这种事情有当事人出来献身说法 还有一些更为残酷的 你比如在新疆 在机场当中有器官移植 这个绿色的通道 我也注意到国际上有人 把新疆称为叫器官农场一样 当然这种被害人 肯定不仅仅限于新疆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知道中共的有多邪恶 你就像所谓的高战祥 他身上他说已经换了好多零件 绝不是他一个人 中共的高层 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种服务 而且还有之前有媒体报道过 而且是中共公然进行的 就是将器官移植 成了一种外交的手段内容 那么还是说 我们公众要问一句 这些器官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哪个人 他们个人同意吗 如果说已经死亡 那么他们的家属同意吗 但这些信息 现在来说基本上是得不到真相 好 感谢陈律师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 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首先是这个网友叫觉行 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 一个学生在校失踪 学校和社会却无法给出原因和结果 加上舆情后 各种谣言与网络关注 才有了如今的反响 还有一位网友叫LeoLeo 他说 看了胡雨昕妈妈自己贴出来的日记 感觉是小孩自己自杀的 他的心理状况很不好 有自闭或者抑郁的症状 还有一位朋友是 他叫达安 达安在这个推特上 也给我们留言说 习在14年就谈到 绝不许党掉入塔西陀陷阱 这说明中共早就陷入了 11年动车事件 发言人不信 发言人的不信 你信不信我信了 还有12年郭美美事件 以后大家再叫大家捐款的网民 就不回应了 还有这个铁链女事件 几十亿关注量的真实民意 呈现出完全不信中共 好 那我们请这个 郑世光先生 您回应一下这个网评 网评的内容不少 主要的都是集中在 胡新宇这个案件 反映出来这个渔情 没有这样的渔情 不可能有央视来关注 甚至要报道这个新闻发布会 就像这个波音飞机失事案 那样一个重视度 这是广大的舆论压力 过去我们说这个关注改变中国 那么现在看起来仍然有用 网民的这个压力 仍然有用 通过一个个的个案 从这件事情我能看到一种希望 就是被习近平打压的这个维权力量 在2000年以后出现这个维权力量 那么只要网络在 那它还是能够发出声音来 还是能够压力推动一些个案的变化 这种个案的变化在民间特别有意义 它会造成一个样板 比如说这件事情 这个公安的这个处理 就是特别的一个疑点 你这个信息不透明 没有及时公告 甚至想敷衍了事的 说这是自杀 就想结案 了案等等 但是现在发现 你这个尸体是怎么进到这个粮库 就是一个大疑点 所以我想各方面 就是加紧对这个案子关注 可以这个成前逼后吧 类似起码当地的所谓政法机关 公检法监委 这些政法委统管的这些机关 它会有所收敛 有所忌惮 那么在巨大的压力下 人民网发表评论说 在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的今天 胡新宇事件不会不了了之 那些有待解决的谜团 不会成为死结 那对此呢 他呼吁人民要有足够的信心 可是这并不能平息民众的质疑 郑旭光先生 现在不管最终调查结果是他杀还是自杀 可能都无法修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了 这反映出这个政府长期以来 这个诚信危机有多严重呢 我想对这个诚信危机 从中共一见证开始 它就是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进行统治的 但是呢 人民呢 是需要来觉醒和发现的 那我觉得觉醒发现 最好的渠道就是信息透明 那么这个信息透明 不光是这个国内的信息透明 更重要的是对外的交流 所谓境外势力的干预和介入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会听美国之音啊 听一些外台 甚至苏联的台也听 可以得到一些国际的信息 从而对这个中共的宣传产生一些疑问 这些疑问呢 就是在你这个 可能已经被洗脑的 这个思维结构里 打开一个缝隙 透开一个光 人就慢慢的就会觉醒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境外势力 好 那我们再来看几位观众 或者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这位是涅槃重申 他说 关于胡新宇的案 虽然疑点重重 但也无法判断是不是自杀 现在大家愤怒的是 警方的不给力和官方的不作为 还有一位朋友塞尔 他说 让人况看不到真相 才是中共的正常操作 而这一次胡新宇案件 低劣操作的起点在哪 有意为之是一 用谎言去掩盖 另一个谎言是一个 还有一个内部分裂 那我们还有很多 这个网友的和观众的 这个评论啊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 再来朗读了 那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 非常感谢陈建刚先生 和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